李船父72周岁 丧偶 常盛市第一监狱退休 退休金4800元 无住房 那当年明天好 要在十里吧 采迁 完了 采迁没房住了 没地方我就找个活 正好碰着他 我跟你说没情况 他收了我了 一般人都不要 你家采迁就在附近那房了 就在附近 冰河东区 原来那边是平房吗 不是 楼房 这是国家的工厂 每一平方米给股肉 一万三千吧 那你这拆迁拿多少钱 拆迁给你啊 拿六多 那你住哪呢现在 你买房子了吗 我现在吧 收个家 暂时在哪里 李大哥说 他之前住的冰河东区 被列为了国家的 微房改造项目 两个月前刚刚进行拆除 拆迁后李大哥没有选择回迁 而是以一万三千八百块钱 每平方米的价格 领取的拆迁款 现在大哥暂时搬到了 距离废品站不远的哥哥家住 这不啊 刚搬过来没几天 闲不住的他 就四处打听找活干 李大哥说啊 他这辈子啊 就是闲不住 干活是又认真又谨慎呢 现在是这样 年轻时更是如此 退休前的李大哥 是长春市第一监狱的一名看守员 正是因为他平时做事认真谨慎 才让他在工作中表现突出 还多次被评为了先进劳模 八六年事吧 有一次吧 我只玩 反正有个人就闯进来 就是我们两道门 就要出来 我一看这个人不对 不像古队一样 我就把他那个用枪笔着 我说担心我就开枪了 然后他吓跑了 我后来把这个范围抓下来了 就隔离审查了 这只一次房闭逃好 李大哥在工作上顺风顺水 但家庭中却有着缺失和遗憾 他曾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个老伴阴长公主 早在十几年前就去世了 2004年经同事介绍 他认识的第二任老伴 虽然当时的李大哥已经55岁了 但他一直认为 再找个伴 绝不只是为了搭伙过日子 无论找谁 他都必须像对待第一任老伴一样 对他负责到底 2019年第二任老伴 因为糖尿病综合症 也最终离世 虽然老伴的三个子女 早已经济独立 但李大哥依然主动承担起了一切 他得定一切费用和伤伤费啥的一切都有了 全我少了 我给他们三个孩子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 完了我们个农村吧 我和他生活在一起吧 还买了一块地 也给他孩子了 现在这块地也认为五六万块钱 也认为三个孩子 说叔啊 我们啥也不要 我说你不要 我是对你妈一个交代 李大哥说 当时他没考虑太多 就是觉得自己也不缺钱 尽他所能 让老伴的这三个儿女 生活得好一点 他心里就会好过些 也算是对精心照顾他 十五年的老伴有个交代 但没有了老伴的日子 李大哥却过得很煎熬 哎呀 自己一个人 失去对老伴太孤胆了 我说自己太没有意识了 我这个人倒不会做饭 也不会洗衣服